清水镇一文 第一话 奇怪的三人组 十指清末 明初 关道上跑着一辆马车 驾 老板 这清水镇还有多远 再有个七八里就到了 一个满面油关的盼男子 从车里钻出来 跟车夫攀谈 要不是你们给的钱多 我可不会把你们 拉到那个地方去 车上共有三人 往清水镇而去 车夫显得是极不情愿 可又想不到 眼前的钱财不嫌 听说这清水镇 结果是特别多 是不是真的 俗话说 车上的三个人 都为天师传人 听说清水镇 多有鬼怪作祟 这才前往 清水镇 鬼牙门 一年命丧七十二 难经又难出 关于清水镇 倒是真的流传着 一种说法 后边坐稳了 驾 听听了吧 七哥 咱们 扬名立万 发责机会来了 若是换成旁人 绝不会到那样凶小的地方去 油腻的胖子 却显得极为兴奋 那几句苏语 既没有哲 也没有欲 不许也罢 可车上的另外两个人 却不在乎 你当我是活你们的 就在前几日 张毒库 见识还魂 人仅皆知 怎么见识还还魂的 你给我讲讲 张峰一听 车内只人不信自己说的 有些不高兴 胖子便趁机问了起来 反正还得走一段 那我就给你们讲讲 那车夫 一是路途上也寂寞 二来 也是想下下车里的外乡人 这件事 得从这十多千 千说起啊 那个晚上 是云农月安 便讲起了 几日前 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 说是镇上有一张 张姓屠夫 去镇外喝喜酒 探了杯 很晚才往回走 一路哼着三曲 图景正外一片密林 隐隐听着树林里 有女子音音的哭泣之声 张图护心里 想莫不是要有咽喻了 便寻声找进了树林 就这一个妙林女子 坐在了一个石头上 颜面哭泣 小娘子 为什么谁也在这哭泣啊 啊 见到张图护走到镜前 面露巨色 小娘子 莫怕 我不是坏人 张图护蒙解释 说自己并非是坏人 只是想出手相助 一问之下 那女子便讲起了自己的遭遇 我住清水镇 偷情 我入了密林 扭上了脚 走不得路 我也住清水镇 送你一程可好 小娘子 你抓稳了啊 咱们这就上路了 张图护将女子背在背上 要送她到镇上去 张图护就觉得 那女子呼出的气都是香的 身子又温又软 心想这条路 要多走些时间才好啊 张图护虽然是身强力壮 可毕竟喝了许多的酒 背得久了 开始脚步晃药 背上的女子也显得越来越成 本来百十步就能够走出的树林 却走出了一盏茶的时间 也没有出去 仿佛没有尽头一样 那女子也越发沉重 足有几百斤这么沉 张图护觉得是不太对劲 偷偷地握刀在手 把那女子扬了起来 拼尽全力地回身一刀 斜肩铲背地 把女子劈成了两半 嘴角扎上又拖了李 身子一晃 刀在了地上 但她醒来的时候天都亮了 揉着身疼的脑袋坐了起来 慢慢想起了夜里的背女子的声 抬眼往那女子尸体的地方 一看就是一惊 地上哪有 这地上只有一块草朽的棺材板子 被劈成脸板 哪有什么女子 张图护支撑着回到家 一病不情 请了几位郎中 也瞧不出有啥毛病 且日渐消瘦 不出三日 便一鸣呜呼 二百多斤的大胖子 死的时候只剩下皮包骨 留下妻子为他操办丧事 妻子刘氏在手铃的时候 倚着棺材睡着了 熟睡中 感觉有东西在脸上爬 猛然惊醒发现 是一条红色的肉虫 吓得他猛起身抖落 刘氏抬一脚踩死了那条肉虫 玉光瞥见 棺材不太对劲啊 张图护的尸体不见了 他忙报了官 官兵在场走了一圈 断定是最近出现的偷尸贼 趁着刘氏熟睡给背走了 尸体寻不到 只能给张图护离了一个空中 就在张图护死了几天之后 一天半晚时分 有人又在街上看到了他 只是样子虽然一样 却没有了往日兄弟的屠夫神情 他不是死了吗 是啊 不是尸体都被偷了吗 一个死人还被偷了尸 怎么就大摇大摆的回来了 同样至今不已的 还有刘氏的 还有妻子刘氏 这当屠夫回来之后 只知道吃喝也不言语 宛如变了一个人一样 连睡觉他也不睡 镇上都传言回来的不是张图护 至于是谁 谁也说不清楚 车夫讲的是绘声绘色 可犹豫的胖子 还是一再跟他确认真假 你说的都是真的 哎呀那还有假 七哥 这么看 像是被戒尸还魂了 当时车里的另外一个人 觉得张图护 那是被戒尸还魂了 前面就是清水珍了 说话间 马车可就来到了传说中 鬼怪横行的清水珍 清水珍一文 第二话乌鸦嘴 上一回咱们说到 有三个年轻人趁乘这一辆马车 来到了清水珍 到了阵里赶车地告诉他们到地方了 可以下车了 三位可以下车了 就见那个胖子脚往车沿边上一踩 总是一跃凌空而起 在空中翻了个跟头 自己以为很帅地落了地 把车夫整得一冷 紧接着 留着一撮掉毛的那位 也从这车上跳了下来 车夫琢磨着 这三人怕是有什么毛病吧 就忘记了还在车里的小胡子 请走江湖 要提掉行驶 我倒是要看看 这清水珍有多少妖魔邪髓 要命令外的机会 终于来了 小胡子倒是稳重 不拼不慢地下了车 他人看来 龙唐虎穴的清水症 对这三人来说 却是施展报复的舞台 喂 还没给车钱呢 三个人正欲迈步向前 被车夫喊住了 坐了十几几十里地 车钱可还没给呢 三个人凑到一块 全都掏不出一个大子 没有啊 有没有 没有啊 我兄弟三人盘长用尽了 可否先欠着 他人定加倍奉还 只能和车夫先商量着欠证 你们三个臭鬼 没钱还是想坐车 色不相识啊 又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 车夫哪能啃啊 认定这三个人就是坐霸王车 挥一边就抽 且慢动手 我们三兄弟 竟然不是爷儿无信之人 小胡子躲闪的同时 还想说服车夫 我先进个鬼 你那两个兄弟全都跑了 车夫哪里肯听啊 他那两个同胞 全部跑了 快走 通知 小胡子回头一看 可不是马 不但跑了 还直呼 直呼他的名讳 对不起了 老婆 后会有期 小胡子无奈 只能是抱了拳 之后就撒腿就跑 这叫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冯去 你们三个就死在这清水阵吧 一路急迟跑出去老远 就见车夫没有追赶上来 这才放慢了脚步 跑掉的两个同伴 猫在胡同里小声地叫他 军哥 在这里呢 哎呀 你个猪头 干嘛喊我的名字 一时情急啊 小胡子这个气啊 你们跑得到快 把我的名号留下 让人认得 以后该如何立足江湖 怎么不抱 你保护的名字 冯七仰手就想打 就在这时候 肚子咕噜噜的叫了起来 不光是他 另外两个的肚子 也饿得直叫 季哥 要不咱们先去镇上 填饱肚子 再打也不迟啊 叫保护的就提议 先去搞些吃的 记下武藏庙 上午饭文 好怕 只有河西北风 不用花钱 上街转转 想找个饭 这还不容易吗 上午饭文 只能到街上哪 去先想办法 找找机会 三个人出了胡同 来到了街上 这清水镇虽然是 风文不好 倒也是热闹 三个人正走到前面 老远就听见 有人在吵架 你再胡说八道 我胡了你的脸 二位 吃饭 折子来咯 咋咋咋 保护一看 老天爷饿不死 瞎家去啊 就靠他开饭了 大步上千 拨开了微观的人群 赶快给我滚 吵架的是一个 米铺掌柜 和一个年轻的女子 掌柜狠身门横 推色的女子 王后一刀 光天化日呢 被宝府给扶住了 本想说上几句 豪言壮语 却又辞从了 星哥 应该怎么说 恩安两身之后 向冯妻求助 光天化日 欺负一个弱女子 像什么样子 一挫毛 跨前一步 说了几句 场面话 说女子 她可是乌鸦嘴 扫把星啊 那米铺老板 阴阳怪计 说的女人 是不相知人 我劝你们几个外乡人 还是离她远一点 免得沾沾会去 此都不知道 怎么死的 跟她扯上关系 没有好下场的 宝府本能地往后移腿 那女子又来了劲 跟老板又吵了起来 你要是个孝子 就告诉你爹 离谁远一点 免得淹死 你还敢胡说 给我撕了她的罪 掌柜的气急了 呼唤着两个下人 上前殴打那个女子 两人生的是 棒大腰圆 各轮拳头冲了上来 可眼前一花 就被人揍飞了出去 另外一个 也挨了风气一下 你们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双双倒在掌柜的底下 掌柜看出来 这几个管闲上的事 不好惹 我不是 天使三截 宝府胡捉了一个 自认为香亮的名号 惹得那两个人 一脸的嫌弃 还不敢干 赶紧去干活 米铺老板呢 自身是惹不起 回了家 可嫁 没嫁可吵了 那女子起身便走 你怎么就走了 不走干嘛 那宝夫 能让她敢走吗 紧走两步 拧了上去 好得我们也帮你解回了 你是不是 也多多赏赏 言下之意 是想逃点回报 我可没有钱给你 那女子不想拒绝 听到宝府肚子 咕噜直叫 不怕晦气的话 就跟我走吧 就让他们三个 随他一起回家 走在路上 宝府没话找话的 套进骨 姑娘 请问贵姓啊 清廉 金色莲花 清白分明 好名字 起了个话头 却让一匆毛给接了去 一行人 三绕两绕的 来到了一间纸扎铺前 那是清廉的家 不要乱动东西 我去看看 有什么吃的 他让三个人稍等 他去厨房 做下饭菜 三人没有想到 清廉居然是个杂采匠 这银生 可极少有女子干的 看家里情况 这清廉还是一个人独居 我来帮你看个脸 宝府等得无聊 见到有个指人 没有点睛 就操紧一支笔 想把眼睛画上 可还没等动笔 后脑勺就挨了一下 说了 别乱动 别乱动东西啊 清廉一通忙活 弄了两个青菜 和一锅粥 为什么和米掌柜 吵起来了 好心没好报呗 做下之好逢 其就问起了 清廉和掌柜铺子里的 事情的起因 他爹要死了 他不信啊 清廉说他去送货 路过米铺 看见米铺老板 周身是谁 一副死相 那是老掌柜死后的样子 他就跟掌柜的说 让老掌柜离水远一点 免得损命 可是掌柜根本是不领情 你是一牛眼 嗯 差不多吧 逢起一听 好家伙 眼前的清廉姑娘 双眼通阴啊 清水症 一文 第三话 集体 诈 上一回咱们说到 清廉说他有阴阳眼 小胡子李建仁 便借机 讨好起来 那你会不会怕 有什么好怕的 从小到大都习惯了 我们今晚住哪里啊 胖子宝福倒是并不关心 那个吃饱了 他只想着去哪睡觉 旁边就是义庄 现在是无人看管 你们可以暂时住在那里 吹了一个单身女子 自是不便留着他们 便提议让他们三人 住进隔壁义庄 注意说 害怕呀 宝福已听啊 有些不太愿意了 开什么玩笑 也不看看 我们是什么人 被车帘用花乙机 来了个气感 什么人 不知道有多少 像你们这样子的 以为法力高强 想来扶摇拿怪的 最后都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 清廉姑娘 那是没见过我们的手段 清廉并不知道 这三个人的本事 若不是在街上出手相助 也不会理他们 义庄这么重要的地方 怎么会没有人看管呢 宝福和李建仁 一再插开话题 只有冯七想知道 义庄的手 以前有一个 前几日暴毙了 怎么死的 川连说 看管的义庄的余博 于前几日突然死掉了 而且还是被吓死的 被吓死的 义庄里的尸体 集体炸湿了 至于原因嘛 有人看到义庄里的尸体 全都炸湿了 集体炸湿 此话已出 三个人都是吃惊不小 哎哎哎 那久久吧 便尾随清廉 想要一探究竟 可以讲 要是有人帮我洗碗才行啊 啊 这又不是天津第一的事吧 川连可不想轻易讲给他们听 别打了我的碗呢 哪知道三个人乐不得的 可以帮清廉出现礼 到底是怎么回事 清水症 每年都会死很多人 围前收敛的 无人认领的 都会放到义庄 据清廉说 这清水症上 每年都会因为各种原因 刺伤很多人 大多数又都会存放在义庄 就在几天以前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 看守义庄的余波 已经睡下了 突然听到 有棺材盖开启的身影 余波便起身 前去查看 这一看 果然 一口棺材的棺材盖上 正被一点点的推开了 尸体从棺材里正往外爬 余波虽然是看守义庄多年 可诈尸这事是头回见到 正想向后退回屋中 就见尸庄上的尸体也都坐了起来 一桩里停放了七八具尸体 全都炸了尸 还扭头 看向了余波 余波想要逃回到屋里 可是跑了没几步 心口一针的悄痛 倒在了地上 被活活的吓死了 就在当晚有夜归的人 看到许多尸体从一桩走了出来 炸尸了 炸尸了 清水症闹得是沸沸扬扬 那些尸体到现在都没有被找到 那一桩里现在好有尸体吗 那些尸体也不知道上哪去了 因为从那天晚上之后 就没有人再见过 只有余波的尸体还在 如今一桩是尸体最少的时候 一桩的门中 一桩的门 重来是不锁的 你们进去就行了 正好让他们三人暂时歇脚用 睡哪不好啊 让我们睡一桩 清廉关上户门户 三人无奈只好奔了一桩 能有地方睡就不错了 别抱怨了 冯七和李建仁 倒也是不觉得有什么 他们那个行当 跟死人打交道 是家常便饭的 三人推开枝丫座上的大门 走进了乙桩 在静之前 冯七先在门上敲了三下 我兄弟三人到此结束 各自安好 算是跟里面的人啊 人也好 鬼也好 先打了个招呼 有怪莫怪啊 有怪莫怪啊 有怪莫怪 宝夫又双手合十 四下里拜了拜 这才进到屋内 屋里很是杂乱 看上去有好些日子 没人打扫了 只有一张尸床上 躺着一只尸体 宝夫掀开瞅了瞅 应当是余不无疑 上乳箱 拜一拜 早点睡了 三人把屋里 简单的收拾一下 又让宝夫给于伯 上了一炷箱 于伯是吧 你可不要使他们 夜里起来吓唬人啊 宝夫念念叨叨的 说了几句 有的没有的 哇 这么小的一张床 怎么睡啊 外面有很多棺材 你可以随便睡啊 但进了里屋发现 只有一张 再一窗可供三人捅睡 我才不要去的 这里就挺好的 几时几了点 可比那还小的床 三人也不是没有睡过 一路风尘仆仆 也是累坏了 三人躺下没多久 一会儿就憨声大气 这呼噜声全是来自于宝夫一人 风气睡到半夜 实在是忍无可忍 抬手给宝夫来了一下 宝夫迷迷噔噔的 坐起身了 刚好也想撒尿 就出了屋 也不往外去 看见墙角有个坛子 就脱下裤子 尿在了里面 他尿的堪肠 可没发现 鱼脖的尸体 已经坐了起来 脖子像是喵骨头一样 一下扭向他那边 从尸体上 下来晃腰晃晃的 走到了宝夫的背后 宝夫贴上裤子一回头 这事了 一声惨叫 惊醒了冯七和李健 和李健人 清水镇一文 第四话 夕阳激光鼠 上回说到 冯七和李健人手水中 被宝夫的叫声惊醒 冲到了外屋 就见于伯已经起事 在追赶宝夫 无故乍失的事情 还是极为少见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就起来撒泡尿 啥也没做 乍身的于伯 双臂前伸 脚尖点地 腾得一下 蹦到老高 只取冯七 冯七往边上一闪 抓住了于伯的手腕 贱人 控制住了于伯 把于伯定住 李健人不敢怠慢 抓紧一张符 派了出去 爹 站住于伯额头 无骨诈尸 有些轻巧啊 是不是有愿意啊 于伯止住了动作 呆立不动 于伯 身子有命啊 十万年后 又是一天好汉 不必执着啊 宝夫觉得 先前丢了面子 上前调侃 就在他打去的时候 于伯的手握成了钩状 小心 郑师傅并没有定住他 老林 你的伯怎么不灵啊 于伯双臂前伸 死死地掐住了 包袱的脖子 宝妻又尚且 帮他挺见了位 郑师傅不灵 那只有 复尸锁了 复尸锁 噗 吼噗 李建仁 飞身而起 将着腐尸锁 抛了出去 冯契在对面 接住了一头 两人互相的 抛的同时 把于伯 绑了个结石 没理由 会这么凶啊 要按常理 即便是 在胸里的僵尸 被腐尸锁捆上了 也是动弹不得的 可是 于伯去 不受控制 双臂往上一抬 竟然是绷断了 俗师说 双臂一声插散了究竟的李建仁 李建仁也没有想到 于伯会挣脱出来 躲上不及时挂了财 于伯又回身插下了冯七 冯七凌空一跃 从于伯头底上跃了过去 就觉得脸上一疼 见了血 一过之急 于伯又攻了过来 宝佛 拿进来 冯七向宝复要过了宝剑 接剑在此 秦哥 我向你砍啊 斩高了 在于伯头底上挥了一剑 紧接着又挥向了于伯的背后 剑起剑落 避过了于伯攻击的同时 在他周围又乱砍了一遍 直到于伯突然放下了双臂 身子一软 扑通一下 他倒在了地上 听说 这什么新招数啊 跟着哪牛 检查一下他身上 小心搁上手 宝复没有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于伯怎么就倒下来了 这有人好看的 冯七望向屋顶的同时 让宝复检查于伯的尸体 宝复摸索之际 就觉得手上一疼 不知为什么 在手指上划开了一道口子 秦哥 有条线拴着它 他再仔细找 发现于伯身上连着几根 极细的金属丝线 建人 往棚底上 划量子 宝复似乎在屋顶上发现了什么 让李建人抛出了飞黄石 石头上涂有着硫磺 相互碰撞产生了火花 屋顶被照亮后 看到了一个矮盼的人 蹲在了梁上 头戴高帽 身着黑衣 是人是鬼啊 七哥 可不是常人该有的样子 这不是黑无常吗 是来收魂的吧 那模样像极了 黑白无常里的黑无常 玉波早已死了多时 现在才来收魂 是不是太晚了一点 是人是鬼 一事便知 风气不信 那是无常 在墙上蹬了一下 借力而起 一剑刺下了那个黑衣人 那黑衣人也不多 任凭剑砍在了头上 发出金属的撞击声 风气惊讶之余 黑衣人抬起了手 袖口中爆起了火光 风气本能一等 有一物打在了剑的身体上 剑身上力道其他无比 风气身在空中 无处着力 你没事吧 青哥 下转之时 黑衣人的脚突然是伸长 将他重重的踹到了地上 青哥 怎么跑吧 这肯定不是人 宝福认准了那黑衣人 不是无常 也不会是人 要跑 你跑 我倒是要看看 他有多大本事 李建仁倒是没有怕 抽出盘在腰间的八卦锁 甩了出去 只取梁上的黑衣人 八卦锁 蹬的一声 划破了黑衣人的衣服 露出了里面的锁子甲 是人办的 无常也好 鬼也好 他们可不会穿那些玩意 逼他下来 那还不容易 知道他是人 也就好办了 李建仁再次甩出八卦锁 缠载了梁上 你给我下来吧你 往下用了一转 把房梁直接扯断了 黑衣人没了支撑 掉了下来 可他并没有落地 而是双腿暴涨 站在了地上 青水镇 一文 第五话 火烧一桩 稍一回咱们说到 房梁断了 黑衣人却没有摔落在地上 而是双腿伸长了几米 平稳地站在了地上 青哥 这是人吗 八尘 是踩着高桥 锦仁 请他下盘 冯斤认定 腿上有蹊跷 让李建仁出镜 攻其下盘 李建仁一锦斩了过去 就斩了个空 黑衣人凭空消失了 真是心如鬼魅一般 不见了 还说是人 最慌的就是宝福啊 活人死人都能对付 唯独就是这种 神鬼不知的 让人害怕 在你身后 冯斤眼尖 瞥见 宝福身后的一团黑影 忙把他推到了一边 黑衣人果然如同肉球一般 卷在了他的身后 将手一抬 有金光 从袖口射出 神鬼 没事 只是擦伤 冯斤挥剑去挡 盯的一声 剑人被打断了 划上了肩膀 李剑人串到了一侧 挥住 八卦锁 把黑衣人 缠了个结石 黑衣人顺锁而上 缠绕在 缠到了李剑人身前 将其重重的撞了之后 撞破了木板枪 撞进了礼物 好难对付啊 兄弟三人凑到一起 都觉得 这黑衣人不好对付 刀枪不入啊 几个火车试试 你们两个 拖住他 冯斤御是最为冷静 他让宝复和李剑人 胆上一阵 他又用火弓试一试 尖头的血 取来倒也是方便 冯斤指尖沾血 刷刷点点的 在地上 起了一个火症 出来了 星哥 他刚已抬手 黑衣人又从礼物 滚了出来 宝复往后一闪 黑衣人射出铁钩 挂在了他的身上 要不是宝复 抓住了一根柱子 非得被卷回去不可 有几根钩子 同时甩向了李剑人 被他用挡石板挡了下来 无计可施之际 冯斤 托着一根葱木棍 冲了上来 上开 撞在了黑衣人的身上 把他撞进了火栈之中 老阵炉中三位火 弟子分灯 来相见 骑火 冯斤念了口诀 把箭只往上上一条 起了正火 黑衣人瞬间被火焰包围 挣扎中 变化着各种的形态 两臂伸出 树枝杆子 这到底是啥 我怎么知道 身形石高石矮 看得三人是连连炸舌 都说不清楚 那到底是个什么 跑了 最后黑衣人双腿一弹 转破屋顶逃走了 先灭火吧 三人来不及追赶 因为一桩被点燃了 哇 这也着起来了 火势蔓延的是极快 三人合理 也没有办法扑面 不行啊七哥 火车太大了 先退出去再说 最后没有招只能是放弃 全烧了 三人逃到了街上 再回头看 一桩已经淹没在了火海里 差在此时 青莲出现在了三个人的身后 喂 好心让你们住在这里 你们竟然把房子烧了 不是啊 有个怪物不知道 有个不知道是啥怪物 一桩被烧 那可不是小烧 把福凑到近前 也不嘴笨了 哗啦哗啦的 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 讲给青莲听 小胡子 以后放火不能 灭火的话 就少用 这也难消 青莲的怒火 他们都叫我撒晚心 我看你们三个 比我还厉害呀 也后悔不该跟这三个人 扯上关系 相比之下自己有小巫见大巫的感觉 幸好这周围没有人家 要不然麻烦大了 青莲姑娘 这镇子上可有洋人 或者懂一些洋玩意的 冯七剑穿连语气有些缓和 就问起了镇上的一些事 镇着的儿子掠过洋 而会有洋商来找他 问这个干嘛 他怀疑那黑衣人不是鬼神 也不是怪 只是用了一些 即西洋机关的手段 我们遇上了前来偷射的怪人 我怀疑 他用的是西洋机关术 西洋机关术 啥西洋机关术啊 冯七大概猜到了 黑衣人机关的运作原理 他踩着高桥一头一样的东西 可自由伸缩将尸体 如同提心木偶般 吊在肩上的长跟上 那些起尸的人都被 极细的丝线提着 衣服用特殊材料做成的 在黑夜很难看清楚 便造就成了尸体起尸行走的假象 在黑夜之中 看上去像是自己在行走一样 所以你掌断于伯身上的线 他就不能动了 魏子 大魏周章的偷尸 目的是什么呢 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盗走那么多尸体 陪一昏 练食油 练血法 至于是哪种 还不能确定 至于死人的用处 这兄弟三人倒是清楚 只是不知道 黑夜人又来做什么 你们三个 烧了乙妆 这里的人怕是容不了你们 还是赶紧 早点离开得好 有人来了 四个人正围在一块 猜不出个所以然来 保护听见有人走了过来 是米破老板 而身后带着一群 手指棍棒的人 扎纸破 你招死我爹 我要你给他陪葬 你爹命该如此 我早就是提醒过你了 被清廉引中了 他老爹落水而亡 他把责任都推到了清廉身上 你要不揍他 他哪会有这事 给我抓住他 不由分说让手下人上前绑了清廉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家 可是不行的 那肖底三人肯定是不能让了 护在了清廉的身前 那伙人一拥而上 可冲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额头见汗 冯七一抬脚就踩碎了脚下的青砖 真要是踩在那个人的身上 那还得了 陪葬肯定不行 我来说个办法 你看行不行 冯七见震慑住了众人 就和米铺掌柜的 讲起了条件 清水镇一文 第六话 一关雪水 上一回咱们说到 冯七一脚踩碎了地毡 震慑住了众人 然后给米铺掌柜出了个主意 我来出个主意 你说 清廉身怀艺术 遇见了你爹的死 也出言相告了 只是 你不当回事 首先让他知道 想要清廉的命 什么都没有 有我们在 伤他性命是不可能的 让他送套上等的纸活 再给你爹守灵三日如何 然后又说出了条件 小胡子 你不要自作主张 清廉姑娘 上午上 清廉一天 可就不愿意了 他可不想白送东西 还要给人家守灵 想要插话 被李剑人给拦住了 怎么样 米铺掌柜 对这个条件 好像不太满意 冯七见状 又漫不经心的 把脚下的碎装 碾了个稀碎 好 从明天开始 米铺掌柜 倒已是失去 摇牙确实的 答应了下来 还不快走 你们这些废物 走得慢点 宝爷 就扒了你们个屁 气呼呼的 带着人走了 喂 小胡子 我好像跟你 不是很熟啊 你替我拿什么主意啊 但米铺老板 只走了 精灵这才 找冯七算账 你不想知道 镇上为什么 会有人偷尸体吗 这 冯七这样做 自然是有他的目的 一招被杀 无处再偷尸 鱼博的尸体 也没有偷尸 如今 镇上 米铺掌柜的老爹 这具尸体啊 可以偷 以守灵为名 抓到偷尸贼 也算是一举两得 那只货的钱 你们出 能不能先窃着 清莲也没有说不行 愤愤地回了家 开始准备 要用的东西 他把一罗纸 放在了 转上 拿下了头上的剪刀 头发散落之急 后面的兄弟三人 不免心中 小鹿乱撞 就见清莲 剪刀翻飞之急 把纸张 柴成了大小不一的样子 用马里的取过鸡竿 扎成了人 马 牛 等形状 把剪刀收了起来 又拿起了浆糊 把财好的纸糊 纸糊在了极竿骨架上 又划上了五官 栩栩如生 一套动作下来 行于流水一般 你们三个负责送货吧 陪我一块首领 金铜玉女 纸牛纸马 一整套的纸糊 都弄齐了 第二天一早 一行四人 直奔米铺掌柜家 可一行人来到了门前 被门口的伙计 给拦了下来 说掌柜的发话 不让冯七兄弟三人入内 等一下 我们掌柜说了 只许 扎纸坡一人手里 好人没入 七哥 不知道这怎么办 保护一看 这计划还没有实施 就受阻了 可如何是好 晚上再说 冯七也是不废话 带着两人转身离开了 咱们再说 这天黑之后 米铺老板为了防止 他们三人潜入 还安排了伙计手印 哎呀 掌柜的也真是的 有那女的手令就行了 还让咱们手印 怕那几个人啊 过来捣乱吧 两个伙计不情愿 可也没有办法 哎 这不是多此一句吗 就算来了 咱们也拦不住啊 正发着牢骚 鱼关撇见墙头 有什么东西 飞了进来 怎么了 好像有人 赶忙上前查看 哎呀 你是不是眼睛花了 却什么也没有 又觉得身后有黑银闪过 奔了灵堂 又怎么了 有什么东西 搬灵堂那边去了 两个伙计又一路追到了灵堂 串帘坐在棺材前 正打着瞌睡 两个伙计在灵堂里四下找了一遍 也不见 道士觉得身边的指人像是在盯着自己看 隐约是又觉得有些击倍发凉 找到了吗 可能是我看错了 快走吧 也不敢多留 灰溜溜的出了灵堂 你三个臭道士 给我惹了多少麻烦 串帘小声地咒骂着冯七兄弟三人 不是道士 是天师 没想到身后有人搭话 是个指人 只是指人长着小胡子 这 这个妆容 跟你们很配啊 冯七兄弟三人 搬成指人 潜了进来 串帘见 有人替班就离开了 留下了兄弟三人 你们守着吧 我回去睡了 金哥 咱们怎么办 阿仁 守房顶 我守院子 你守灵堂 冯七做了分工 李建仁一喘一蹦 上了房梁 这 冯七也是来到了院子里 埋伏了起来 我可不想守棺材 虽然是数不相识 能帮你守灵也是缘分 您可千万要讨好啊 留下宝福守着个大棺材 慢慢查阅 我有鸡腿 才能解药 他拜了几拜 一抬手撕下了供桌上的鸡腿 吃得正香 忽然听到有稀碎的支声 瞬瞬望去 却不见有什么东西 可又确实听得真切 人哥 有看到什么东西吗 找利却没有找到 便抬头问梁上的李建仁 有没有看到 李建仁 手握箭在手 一脸凝肿 棺材里 是以宝福 往这棺材里看 宝福缓缓地 低下头来 金刚 不由的大吼一声 棺材里成为了一棺的血水 清水症一文 第七话 虫子 上回说到宝福被一棺血水下得是连连后退 什么事 棺材里 都是鸡 月里的冯击文身赶到 探头挽下了棺材里 老掌柜还躺在那 也不见有什么血水 这不是还在里面吗 你是不是偷奸花耍花睡着了 真的是变成血水了 一位宝福是睡着了 是在做梦 不想 你问人哥 宝福解释不清 想让这李建仁给他做个证 可抬头一瞅 李建仁没在聊上 人哥人呢 你们两个 真是没有一个靠得住的 宝福纳闷 就一转眼的功夫 难道自己 真的是在梦中不成 人哥 你别闹了 快出来吧 四下查看李建仁 是不是藏在哪里 听见身后脚步声轻响 人哥 以为是李建仁 可回头一瞅 脸色大变 怎么有诈事 老掌柜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怎么不转我 宝福以为 又要被僵尸扑咬 可老掌柜 根本不理他 静止从他身边 走了过去 冯七看了一眼不像是被 死线牵引着行动 也以为是诈尸了 拦着身前 拍出了一张 定尸符 结果被老掌柜撕了下来 冯七咬破手指 想画个法力更强的学服 可老掌柜也没有理他那一茬 吉哥 他不屌我 也不屌你啊 确实古怪 跟上去看看 兄弟二人全都被晾在那 稍一迟疑 老掌柜已经去了后院 就听见 伙计大叫了一声 炸石了 你龙头也倒是了 炸石了 爹 你没死啊 米铺掌柜 被惊动出来 先是以为老爹没死有些高兴 但是打量了一下之后 脸色又变了 这不是我爹 吉人说那不是他爹 这不是你爹 那都是我爹啊 宝复就跟他理论起来 你们两个妖人 把我爹弄到哪去了 一个说是 一个说不是 这就是你爹 他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了 这不是我爹 就是你爹 吵在了意境 你是如何判定 这不是令尊的 冯复上街问掌柜的 为什么说那不是老掌柜 我爹早些年前行伤 陆玉歹人 闲闲丧命 在脖颈处 有一处出目惊心的刀疤 掌柜说 他爹脖子上有一刀很长的刀疤 可是你看 他脖子上 根本没有刀疤 可眼前的老掌柜脖子上 并没有 冯复走到更前 仔细一看 可不是吗 你守得灵堂 天哥 知道你是早回这儿啊 你守得灵堂 你问我 可眼前的老掌柜 如果不是真的 又会是谁呢 你们几个妖人 混进来投坏我爹的尸体 到底是想干什么 喂 你爹的尸体 不相信不相信你呢 我偷干嘛 这就是你爹 掌柜的认定 是冯夕兄弟给掉了包 这不是我爹 就是你爹 根宝夫又吵了起来 你们两个 过来脱了他的衣服 冯夕想到了什么 让米铺的两个伙计 帮忙脱掉 老掌柜的衣服 对不起了 老太爷 那两个伙计 见缝起的手段 不敢不从 偷我爹的衣服干嘛 那不是你爹 到了这会儿 掌柜的一看 又羞辱老掌柜 又认了 又认了这个爹 那是我爹 那不是你爹 他们这边吵着 那边老掌柜 已经被扒光了 你爹身上 可还有别的扒痕 早些年 野心山路 拴伤过腿 按老掌柜的说 老掌柜 脚踝处 还有山巴 可眼前正微 周深上下 都找不出 一道拔痕 甚至连个痣都没有 冯夕又试着 扯了扯面皮 胡适一容 这世线 这世上 总不能有两个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吧 也并非是一容而成 实在是搞不懂 是怎么回事 七哥 这会不会是诡辩的 你用你的同龄 射滚症 试一试 这一片刻 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宝负一脸凝肿 伸手入怀 掏出了一个同龄 哈利一口气 在衣服上又蹭了蹭 马溜达 蹭的是 曾明瓦亮啊 来到老掌柜的面前 左摇摇右晃晃 这里念念有词 魂水灵动 坐 他这同龄可是大法器 可控尸 可欲魂 最余佳用途 那就是赶尸 坐 坐 躺 跑 走 跳 摇摆多时 向老掌柜下了各种哲令 可没有一句是管用的 难怪你在一招的时候 不用射魂灵 御尸 真是遭记了这个射魂灵啊 宝贴认定是他学艺不精 浪费了好东西 不是啊 别的手段不行 这射魂灵 我还是得心应手的 他一定是体内无魂 体内无魂 宝贴认为 老掌柜身体里 是无魂无魄 要不然 绝不会有半点用处都没有 我爹爹怎么了 兄弟二人正在争论 掌柜的大叫了起来 那老掌柜皮肤下面 有许多东西在蠕动 脖子脸处 也是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有红色的虫子 在不停地蠕动 片刻后 伤口又长好了 再摇灵 冯贴让宝负 再摇通灵 铃声响起 老掌柜身体扭曲 皮下的虫子 誓要破体而出 脚踝处的旧伤口 也裂开了 里面全是虫子 风起初见 挑出了一条 什么 是一种红色的肉虫 铃声停了之后 伤口又重新长好了 虫子 而那条红蟲 离开了人体 也快速干扁 腐烂化成了臭水 老掌柜 生虫子了 宝负认定 是老掌柜生虫子了 而冯贴却想到了 另外一件事 清水镇 一文 第八话 上升 上回咱们说到 米铺老掌柜 并非是乍失而起 这让冯贴想起了 另外一件事情 当即告辞而去 掌柜的 丁堂起尸 恐怕立有原因 此时 他并不伤人 我兄弟 先行离去 待查明原因 再回来处置 米铺掌柜的心知 想拦也拦不住 只能让冯贴兄弟离开 七哥 咱们这是上哪去啊 先回扎纸铺 找清廉姑娘 宝负不知道 冯贴打的什么主意 那人可怎么办 李建然也不知去向 冯贴也没有多多解释 急匆匆的回到了扎纸铺 刚一推门 金院就是一愣 屋子里一男一女 正楼抱在了一起 包袱一剑火魔三掌 冲上前去一脚踹开了房门 大大一刀 还不快放开清廉姑娘 这欲破口大骂又憋了回去 跟清廉抱在一块的 竟然是李建仁 好你个李建仁 我们在那放险 你去跑回来欺负清廉姑娘 保护一看 这是李建仁偷跑回来 欺负清廉姑娘 你别误会 我都抱在一起了 还误会什么 也不听李建仁解声 房契倒也没说也没问 直接跟清廉打听起了一个人来 你们不是在守着灵堂吗 老掌柜失变了 失变 我们金城之时 曾经听车夫说过 张图户死的死而复生之时 是真的吗 就是金城时 车夫讲的清水症的怪声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怎么了 这夫也没有说谎 却有张图户死而复生之时 可否带我们去找一下 这个张图户 金哥 现在不是说张图户的时候 房契想的是 去看一下这位张图户 现在也不是儿女情商的时候 也不等着清廉应成 转身就往外走 一路上 冯契和清廉都不言语 只有宝福对李建仁怒目而视 你喜欢清廉姑娘 要你管 这次万一 李建仁还故意气他 等到了张图户家 清廉叫了门 开门的是张图户的妻子 清老板 纸货钱我晚点再给你吧 他以为清廉是上门要钱的 张图户死的时候 是从清廉那里奢的纸货 不紧 我有几个朋友 想见见你的相公 好 那快请进吧 听说是来找张图户的 就把一行人请进了院子 他现在跟个小孩子似的 什么时候你才能好啊 再过一段时间会好吧 天都亮了 可是张图户还是没有起来 都这回了 还没起来呢 张氏让红妻他们进了屋 张图户正躺在床上 呼呼大睡 被妻子摇晃了几下 才睁开了眼睛 别睡了 快起来呀 看到清廉立马从床上起身 扑了过去 把清廉抱在了怀里 保护见他屋里 呵斥了一声 快放开 那身高体壮的张图户 竟然像是孩子一样 吓得躲到了清廉的身后 吓得大哭起来 如此清醒 把冯妻他们都看懵了 不用怕 给你糖吃 还是清廉拿出几块糖 才把他哄好 冯妻瞅着张图户 哪像个年纪三十几岁的成年人 分明是个孩子 他身上有什么旧伤吗 有 就问起了他的妻子 他当年个人真强斗狠 背上被砍了好几刀 有狠实的伤疤 那些伤痕还在吗 关于死而复生的张图户的 一些事情 我也是为这事奇怪 他身上已经的旧伤 全都不见了 我 如他所料 张图户身上的旧伤 也就不见了 我觉得 他根本就不是我相公 方琦心里头 伸起了一个念头 便闭上了眼睛 口中念念有词 天法清金 地法零零 开了天眼 看向了张图户 他被上了身 把他赶出来 果然 张图户的身体 被一个小孩子的魂魄 主宰着 清廉姑娘 让开 风琦掏出了一张皇甫 拍下了张图户 张图户害怕的 躲在了清廉的身后 就在此时 天空突然黑了起来 怎么黑天了 抬头一看 有数字不清的乌鸦 从天而降 扑向了众人 李建仁手里握着剑 这么一挥 便展露了树枝 被展露的乌鸦 摔落在地上 变成了只鸟 杰哥 这些乌鸦 是指傀儡 这是有人在施法 破了它 风琦在地上 画了一个符枕 由李建仁和宝复 一左一右的打掩护 二人 起证 大夫画好了 风琦猛然地往后侧身 李建仁 仗剑临空而起 打开了扶阵 金官 插剑之处 空中的乌鸦 纷纷地被破了 被破了法 落了地 风琦看见了张图户那边 青莲爹坐在了地上 张图户已经不知去向 他人呢 可能是受了惊吓 推开我跑掉了 应该是被大军的乌鸦吓着了 金官 现在怎么办 青莲姑娘 你可知 这阵上一共丢了多少尸体 风琦不再理会张图户的去向 而是问起了被偷尸体的事情 这事 怕是得去问镇长 那就请我 那就请带我去见见镇长吧 而要想知道 这此中详情 就得去见见清水镇的镇长 清水镇 一文第九章 拜访镇长 上一回咱们说到 冯卿让青莲带着他们去找镇长 青莲给带了路 却不肯进去 前面最大的院子就是了 我和她素来不合 就不去了 青莲 你是不是也喜欢青莲姑娘 她是独自离开了 你就不能想你别的事情吗 冯卿只能自己上天叫门 瞧了几下 出来了个管家模样的人 你们找谁啊 我们兄弟三人是天师 为镇长丢失一事而来 想问镇长一些事情 冯卿抱拳拱手 报了性命 说明了来意 镇长 几事你想见就能见的 没想到 却吃了闭门坑 镇长只有此理 我们是在为你们镇子出力啊 把保护记得够呛啊 开门 让他们进来 收益 几位留步 我们少爷有请 瞧见不成那只好想离开 可没走几步 那管家又开门 请他们进来了 燕子里站着一个 山川洋服的人 还有几个人在打扫庭院 只是 那些人有些不对劲 好好的花草 修剪得是乱七八糟 但冯七走到近前 猛人的翻身转体 而转身体 木耐的脸上 是诡异毫无生气的笑脸 挥剑剪向了冯七 冯七闪避的同时 挥出了一轴 这一轴 打在常人身上 顶多是打晕 却把花草的脑袋打掉了 花草的尸体 咔吱一声 栽倒在了地上 什么 脖子接连处不见血 却有许多丝线绳索 花草的腹部 突然是隆起 钻出了一只猫咪 缝七蹲下身子 去检查花草腹部 发现 里面没有内脏 都是机关 齿轮 西洋机关说 那花草并不是火人 而是以机关驱动的假人 哎呀 又不理了 还得再调试调试啊 这穿阳服的年轻人 回来过程来 未损坏的假人 大为惋惜 风机赛人 见他会使用西洋机关术 全都戒备了起来 他们一辆家伙 西装男也伸入 伸手入怀 抽出了一只手枪 主手 爹 对方对着之时 镇长从屋里走了出来 三位一定就是想要的天师吧 时尽时尽 一脸的像模样 跟缝七三人施了礼 圈子顽脸 几位请屋里坐 是我们兄弟冒失了 客客气气的请他们进屋 镇长虽然是客气 可他身边跟着的两个人 看上去却不好惹 七哥 那两个人身上 阴气很重 都机灵之点 周身涣散阴气 兄弟三人小心地进了屋 不知道 有什么能够搬到三位的 让了坐 上了菜 镇长 问起了三人的来历 想跟你打提一下 镇上 共丢失了多少具尸体 所丢尸体 总共有十几具 不过有一些已经找回来了 关于丢失的尸体 有一些已经是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 这让缝七没有想到 是啊 有些尸体丢失之后 又被送回了家门口 那没有找回来的 有哪些 一问之下才知道 有几具尸体 又被人送回家中 把名册 拿给天使看看 而真正丢失的尸体 也都在记录在册 由镇长身后的随从 递到了冯七的面前 冯七结果同时 触破了那个随从 触感冰冷 根本是不像是活人 随从快速的闪声而回 老少 共计十五人 冯七翻看了名册 实际丢失的尸体 有老有始有少 墨力打倒了 冯七也是不耽误 起身便告了词 有声不妥吗 如此 我们兄弟就不打扰了 三人来到院中 那位少爷正躺在堂椅上 看着书 冯七一看 他看的书就是一惊 居然是一本 轻能试点 轻哥 你看 与此同时 在院子一边 包袱也发现了不对劲 赶过去看看 有两个下人 正抬着一个人形的布袋 走向了后院 三人紧随而去 布袋被抬进了一间屋子 那两个下人出门 见到冯七兄弟 大声喝止他们 不该到那里去 你们是什么人 不要乱闯 冯七也不搭话 一把将那些人是推开 闯了进去 什么这是 屋内的东西 让兄弟三人都围之一惊 就见许多 一人高的罐子里 泡着牢烧的尸体 被偷的尸体 都在这里 你们三个 到处乱闯 可真是没礼貌啊 应该就是被盗的那些 原来偷尸体的人 就是你啊 正着儿子也跟了进来 什么偷尸啊 我只是把这些尸体啊 保存起来 你手里的青囊尸体 怎么说 却并不承认 偷尸一事 那是朋友所证 上我们的东西 极为有趣 就研究一下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声称 青囊尸体是有人赠自己的 只是随便看看 青囊尸体 所记载的是 为害人的方法 你偷尸的目的是什么 都说了 那些尸体不是我偷的 我只是用弗尔玛丽 保存一下 那这青囊尸体来认领呗 可这样的说辞 冯七 冯七兄弟啊 又怎么能信呢 双方站在理论之时 镇长身后的两个跟班 来到了屋中 我的事啊 不要你们滚 不要你们插手 镇长儿子想把他们撵走 就见 院中又有了动静 许多长得一样的人 跳到了院中 可恶 竟然有埋伏 也不吭声 都冲下了屋内 镇长的跟班 想上前 阻拦 发现那些人 并不是冲着少爷去的 而是冲下了冯七兄弟 冯七躲过了一击的同时 一轴打在对方的后颈上 可触感却不是人体 清水镇一文 第十话 镇长家的秘密 上一回咱们说到 冯七等人跟冲进来的 一伙人交了手 他一击下去 觉得手感沉闷 不像是打在人身上 倒像是打在骨上 不关是他 宝妇也是有 宝妇也有同感 他一拳下去 竟把这人的脑袋 打得转了一圈 片刻之后 又转了过来 也看清楚了那些人 长得都是一副模样 这世上 可没有哪个娘 能生出这么多 一样的儿子 清哥 这就好像不是人 早就看出来了 小心应对 所以他们肯定不是人 至于是什么 就得试试才知道 冯七一脚下去 把一个人的胸膛 踢了扁了进去 可很快又充盈了起来 他正琢磨 眼前到底是什么 身后 正着儿子 开了枪 踢枪下去 抱了一个人的脑袋 竟然跟指人相似 只不过是有牛皮糊在上面的 是牛皮之魁 魁蕾 有人在施法 冯七这就明白了 是有人在暗处施法 操纵那些人 只有破了法 才能一次解决他们 难怪打不到 那现在该怎么办 只是 牛皮指人数量太多了 打破完的 找到施法的人破法 根本是倒腾不出手来 摆正施法破法 是那个长阳鬼子干的吗 宝复以为是镇长和他儿子 在暗中搞鬼 可是 镇长儿子 频频开枪 射上牛皮指人 可不像是演出来的 镇长的跟班也是一样 动起手来 是不见一点的手软 这些人 是不是你二排的 冯七兄弟认为 是镇长儿子搞的鬼 镇长儿子认为 是冯七兄弟搞的鬼 可双方都深陷战乱之中 谁也不像是装出来的 我们兄弟三人 可以起镇破法 你们三个 抵挡一阵子 那些人也就成为了 共同的敌人了 冯七让他们挡一下 东瓜 南瓜 打住他们 证据时间 少爷也没有推迟 绕两个跟班 帮冯七兄弟 篡造时间 那个叫东瓜的 抱住了屋子里的一根柱子 一脚里 深深的 给拔了出来 抡起来这么一扫 就倒了一大瓶 叫南瓜的也不含糊 蹲在地上 专攻下盘 再像肉队一样压上去 杀伤力也是极大 齐哥 还是你换阵影吧 自打进入这清水阵 我都 自打我进入这清水阵 我都咬了几次手指了 这次 到你们俩了 三个人挡在了牛皮指人 冯七兄弟得以有时间不整 我来吧 一番退让 决定由李建仁画阵眼 李建仁咬破手指 在地上刷刷点点 起了一个证 来吧 兄弟三人 共同起誓 要将力量 反噬回去 起 出 三人一起 念动了口诀 喊了一声震气 地上的浮阵 炸起来金光 向四周蹦射 屋内的人 都被罩在了金光里 牛皮指人 纷纷倒地不起 这是怎么做到的 你们负责得罪谁了 要这样对付你们 冯七 少爷对冯七兄弟的手段 大为佩服 我看 是你们招来的吧 没说两句话 又起了争执 当官想上前护主 没走两步 就跪倒在地上 身上皮肤裂开 露出里面的 急肝骨架 冬瓜倒在的同时 南瓜也倒了下去 那两个人 竟然也是牛皮指人 那 还说不是你们干的 露线了吧 这下保护得了理 那两个人 是镇长的跟班 说这事 不是他们父子做的 鬼都不相信 你什么你啊 明摆着的事 你还想脚鞭吗 少爷也是一时雨色 搞不清楚状况 平时就知道 那两个人少言少语 可怎么也想不到 是牛皮指人呐 老爷有力 一个都不能活着离开 你们 他正不知如何作答 打坐门外 花奖 院工 老妈子 全都是进来了 且这与平常的 完全是不一样 让少爷快点离开 他们风是镇长之谜 要杀了冯七 兄弟三人 一 二 三 四 五 一共五个 怎么怎么分啊 宝福数了数 一共进来五个人 而他们这边 只有三个人 你跳一个 剩下的我喝 结个平分 冯七和李建仁 都知道他的心思 就让他跳一个对付 嗯 我就选那两个 那个 拿两个金瓜的那个 宝福扯了手 那个拿金瓜的 看着没那么厉害 就选了他 挥拳而上 哪知道他看错了 拿金瓜的 往后一侧身 一只金瓜 直奔他的面脉而去 宝福猛然往后 一下腰 躲了过去 不等他起身 另外一只金瓜 砸在了他的后脑 宝福兰背的 往旁边一滚 算是躲了过去 两位哥哥 能不能换一个 就想着跟两个哥哥 打个商量 能不能换一个对手 可这么一看 冯七跟李建仁 跟其中三人 缠斗在一起 完全不占上风 可见 那三人也好 也不好对付 愿意的话 你就再挑一个 我还有这个吧 就是自己挑的这个 稍微弱了那么一点点 他突然想起来 应该还有一个人 就觉得肩膀一吞 那人从后头 偷尸 杀手 伤了他 清水镇 一文 第十一话 谁的阴谋 上一回说到 宝复被老太婆偷袭 被丝线扎了个透梁 老太婆一招得手 又射出了几条丝线 全都贯穿了宝复的肩膀 手指金瓜的 也趁机砸下了他的脑袋 宝复来了个将计就计 把丝线缠在了金瓜上面 置住了公尺 往回一扯 金瓜脱了手 被他一把抓住 把丝线往怀里一拽 给保佑我过来吧你啊 老太婆被拽得是 身体前倾向了宝复 宝复把金瓜 撸了起来 啪的一下 打在了老太婆的头上 使金瓜的 用剩下的那只 砸向了宝复 被宝复挡了下来 咳了一口痰 吐向了使金瓜的 吐吐吐吐吐 使金瓜的哪会料到会有这么一招 多上不及被吐了一脸 宝复金瓜 抡起来就砸 把使金瓜的也砸倒了 宝复我不发威 但我是病猫吗 一装眼的功夫 以一敌二还打赢了 这兵器还领着手的 就送给我吧 不管如此 还拿了人家的金瓜 巨为己有 宝复手捂着伤口 看下了冯复 冯复那边 正打得热闹 使大剪子的不是擅长 几个回合下来 一剪刀 在这冯复的胸口上 拉开了一个大口子 冯复气急 变颜变色的 一股杀气 急怒而出 完了 把鬼剑虫招出来了 宝复一看冯复那个样子 知道他要大开杀戒了 冯复放肆的大叫了一声 花匠和厨子 左右的夹肌 供了上来 冯复将力量 集中在了手掌上 一掌拍下了花匠 一掌拍下了厨子 把两人同时打腿 又继续练气 凝结在双掌之中 抱和一声 砸死了二人 这一下 就把这二人 轰出老远 昏死了过去 李建仁也看到了冯复的变化 直到那是他 体内恶魂主宰了身体 你们惹错了人了 宝复快拦着他 别闹出人命 抽键拨开 而不抽键拨开 攻过来的敌人 一声指 戳晕了那个人 你还站着抬起我了 我拦得住他吗 怕冯复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 闹出人命 让宝复去拦着 少爷一见冯复 突然变得厉害起来 又攻向自己 举枪就射 结果被冯复 闪到了身后 宝复抱住了冯复的腰 这一下是打拼了 没打在了少爷身上 让他是先先 捡了一条命 齐哥 你冷静一点 啥人有为去军呢 冯复此时是六亲不认啊 抓住了宝复 就想扔出去 对不住了齐哥 紧急之下 宝复只能使出阴招 狠狠地 伸手抓在了冯复的灯下 疼得冯复是面目扭曲 呃呃 直角中恢复了常态 你抓我干嘛 呃呃 推开了宝复 捂着裤裆 疼得直蹦 呜了一会儿 蹲下了宝复和李建仁 他干的 他叫我干的 两人互相推脱 谁也不想担责 冯复顿了他们一眼 又看了看 被打倒的那几个人 走向了阵长儿子 不要再抓了 那些虫子和尸体 到底是什么回事 我也想知道答案 其能尸体 是从哪来的 慈眉善目的镇长家 看样子 尝了不少的秘密 如果这一切 不是你们父子所为 那就是有人 引我们过来 对付你们父子 你最好实话实说 冯复看着镇长儿子 不像撒谎 应该是有人嫁祸的 是 是清廉送给我的 再三追问之下 镇长儿子说出了一个 让兄弟三人都吃惊的名字 清廉 他竟然和清廉有关系 换你妈的屁 不要在这里选和喷人 宝复不信 认为他是想嫁祸清廉 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我一直喜欢他 只是他不喜欢我 为了跟他相处 我教他从夕阳学来的机关术 他教我清能试点 而冯复一早觉得清廉奇怪 居然镇长儿子说下去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当时也问起了那五个高手 和牛皮指人的事 我也不清楚 他们就是普通下人老妈 我也不知道他们 怎么会这么厉害 有什么仇家 要是与你们父子于死的吗 镇长儿子 全都是一无所知 一直把他们当成下人相处 当我记舍起 我爹就是逢人变笑 不可能得罪人啊 他十多岁被送去了西洋 他家中父亲从不与人交恶 又乐善好施 怎么也想不到会跟什么人结仇 这是好人的话 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高手啊 只是如今他也想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此时 门口有人说话了 应该是我当年犯下的错 镇长捂着胸口走了进来 看样子是受了伤 弟 你说伤了 不按事 年纪大了点 受不了一点反射之力 东关南关两个牛皮指人 都是他在背后操纵 被冯七兄弟破发 受了反射 什么人想吓唬 至于你们死地啊 冯七见他想说 就追问了起来 是我几十年前 翻下的错误 镇长便讲起了 二十多年前 做过的一件错事 清水症一文 第十二话 代写的往事 咱们上一回说到 镇长要讲讲往事 宝复一看 要听故事了 就往地上移坐 他要讲故事了 你们这样子不累吗 冯七和李建仁 也一并坐了下来 这事呢 得从回到二十多年前了 那时候的镇长 叫做李中平 在当时一个 名望极客的 扎纸匠家里 当学徒 师父 都装好了 啊 赶回去吧 这个扎纸匠的手 利亚是了得 方圆几百里的 扎纸身衣 都被他垄断了 万别风大 快些进屋吧 只是这李中平 拜师学义 入门两年了 师父只是让他打杂 并不教他真本事 他心中也是有怨言 可也不能发作 又时常被师兄师弟 戏弄 交货没有了 还不快叫 师父为什么不待见他 让他白色不得其解 比他网入门的 都已经开始作火了 只有他一直给人打下手 师父 能不能教教我 师兄 能不能教教我 师父说 到时候自然会教你 师父发过话 师兄弟也没人敢教他 时机缠手 时间久了 李中平怨气日渐加升 我都来 来了两年了 每天咋咋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哪里不如他们啊 总觉得是师父 瞧不上他 而他师父 其实并不是这么想的 他的表现 全被师父看在眼里 至于他 为什么不教呢 老吴啊 我可李中平啊 来的时间也不短了 也认劳认怨的 你咋就不教他呢 他心里有些东西 需要磨掉 不然成不了什么事 累了一天了 早点睡吧 是因为 杂彩这门手艺 需要星星 有耐心 又是给王人用的东西 新书要正 而李中平需要 磨练一下星星 哎呀 你不睡觉 怎么了 怎么又把它拿出来了 这位杂彩师父 除了精通杂彩手艺之外 还喜欢收集古典 这是我今天收到的一本奇书 你收到哪一本 都是奇书啊 那书饭都快装不下了 家中有密室 也是藏书房 古今奇书 都被他收藏在那里 这本奇书 是一代天师 张浩天所作 本阴阳二本 我这本正是 千金难求的阳本 这上面所记载的 学会哪一样 都可以改换阴阳 而他收藏的一本名为 青能诗点的古籍 正是给他带来了 面门之火 这一日 李中平心里房门 便溜了出来 找个小酒馆 想喝一杯 节节闷 在那 酒入愁肠 越喝越气 越喝越闷 哥哥都看不上我 我哪里不如他们了 恰在此时 走过了一个道人 小有何故在此 一人喝闷酒呢 你有什么人啊 我可以帮你 坐在他的旁边 说是可以帮他 你师父之所以有高潮的手艺 全凭他手里的一本纸皮书 啥纸皮书啊 于是二人便攀谈起来 此纸皮书借咱的古今纸皮之术 扎才只是最秋浅的一门 学的纸皮书 要名得名 要利得利 与其驱入他人文下 不如拿了纸皮书 自立一户门 扬明天下 这人说他师父 全账仰仗着一本旗书 才有那么高的手艺 李忠平要把书弄到手 练上几日 就会在旗帜上 你为何要帮我 你是大富大贵之命 我愿与贵人相交 你在道书之时 可以并帮我寻一本 我愿赞尽千两 道人看出他命中大富大贵 所以才愿意帮他 并且给他出了谋 画了策 这一夜 李忠平就睡在酒馆里 我又走了 等到了次日 天明回到师父那 因为坏了规矩 受了重罚 也不归宿 师父在弟子面前 狠狠地责罚了他 师父一向是管教阉阁 也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去求情 娘 你叫我爹别打了 打他 也都是为了他 别跑远了啊 一只抽了几十下 才停了手 你们都要以此为戒 上宫去吧 因为伤得不轻 就让他在房中养伤 下午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师父根本想着拿着药去看他 老爷 小军病了 小军病了 夫人 让你快去看看 半路却被老妈子叫了走了 李忠平独自趴在房中 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只野狗 越想越伤心 越想越难过 同门学一两天 姐妹有一个把我说话的 每一个管我死活 你们对我无情 也别怪我无业了 怨恨之情也就越发浓重 他想起来的道人的话下了决心 他强撑着下了地来到的厨房 你怎么起来了 我来帮帮忙 以帮忙为名 到灶前帮忙添火 趁人不备 把道人给他的药 倒入了锅中 那是酒馆里遇到的道人给他的 当天晚上 上上下下 吃了那锅里的饭 只有他一个除外 等到了夜里 药小发作 所有人都昏睡不着 不行 李中斌出了门 为了转等 还带了一把刀子 摸到师父房前 用刀子拔开了门栓 确定师父一家都熟睡后 开起了密室的门 坚果一通的翻掌 找到了纸瓶书和清能诗典 可是 让他没想到的是 师父为他的事情上火 晚上几乎是没吃 醒了过来 师父 你真是烈心难逊 大声喝着他不学好 把书给我 这套二人争夺了起来 你不敢教我 我只能自己学了 我今天就打醒你 双方都有些失控了 把你的手艺 倒进棺材里去吧 李中平情急之下 挥起了刀子 在师父身上连筒竖刀 放手 放手 将师父甩到了书架上 撞到了一大片的书 打到中 跌落的蜡烛点燃了书籍 清水镇一文 第十三话 召唤 亡魂 上一回说道 李中平杀了师父 又引起了大火 仓皇逃出密室 却不真想 小师妹拦在了身前 你这个坏蛋 慌乱之中 他一刀刺在了 小师妹的胸口上 眼瞅着小师妹 倒在了身前 李中平百感交集 睡到如今 也只想一刨了之 师父 我对不起你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他一路奔到镇人外的高山上 看着师妹的熊熊烈火 恐怕无一人能够生还 可后悔已然是来不及了 从此 以后呢 李中平远走江湖 凭着纸皮树里的记忆 开启了店铺 您放心 一定让您满意 那就有劳了 哎呀 殊不得重 这也是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 今晚上 加几个菜 大家看看锅 手底下也是投开了 几个新的锅的伙伴 好嘞 长官的 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 他乐上好事 没再做过一件恶事 为了赎嘴 他把师门上下 十六口的牌尾 供在了家里 每日焚香几百 落户清水阵后 我把他们都牵到了 珍惜的风水宝地上 发财之后 定居在了清水阵 更是给师门上下 寻了风水宝地 起了坟墨 你们师门上下 共计有多少人 总共十六人 无一人生还 我这一生 也输不清这罪孽呀 阵长说他害死了十六人 但是 风气心里觉得 这个数字有些蹊跷 带我们去墓地看看吧 他让阵长带他们到 师门的坟地上去看一看 怎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 阵长父子在前 风击兄弟在后 来到了坟地 可那里却围满了人 大家小心 那些人 全无活人的生气 又是指人 让我来吧 是守在林子外的纸皮人 都被咱们破了一回 还搞这些 风击兄弟三人 又起了一个证 正是在拖延时间 站起 顾忌重施 将纸皮人全都是破了 带着各位了 宝复当先一个 走进了林子里 结果 结果 一群人在坟地里 是穿行着 宝复怕什么来什么 究竟一左一右两出坟包 动了起来 一黑一白 两个 无常打扮的人 针了出来 快手 黑无常举手一道火光 射下了宝复 要不是冯七出手快 被打死的 可就不是身后的石板 躲过了黑无常的遗迹 白无常又举手发起了难 被阵长少爷 连开竖枪 打倒在地上 又回声射了 黑无常几枪 这西洋的火器 着实厉害 我以后有老儿子 也让他去 吃几天洋菜 学见洋玩意儿 冯七等着也是 不由地感叹 这西洋火器的厉害 多谢出手相助啊 宝复冲镇长少爷 抱了抱拳 走到了黑无常跟前 他想看一看 黑袍下面 到底是个啥 我倒是要 看看你这里边 是个啥 小心他的树鸟 还没有被破坏 镇长少爷提醒他 黑无常 由机关操纵 中了几枪 未必致命 什么鸟啊 说话间 黑无常已经是站起来了 手臂是一只 特制的火器 顶在宝符头上 就有开火 被镇长少爷 连开竖枪 打碎了中心枢纽 倒在了底上 另外一边 李建仁也是 照画普鲁 用宝剑 插在了 白无常的中心枢纽 还险些被抱了头 那边有人在做法 坟底深处 有人正在施法 你到底是什么人 想干什么 只是 那人戴着面具 看不清楚面目 法阵面前 摆着十四具尸体 这是镇上被偷的那些 戴面具的一看 冯锡等人过来了 忙起了法 掐绝念咒 点燃了纸符 将纸符飞出 又引人了美具尸体 脚前的隐魂灯 魂归 手摇射魂铃 羊撒着纸钱 向着阴丝借道 念着要召回人的名字 赵琴 赵无事 李乐山 刘大瑞 王俊峰 他每念一个名字 震着心里 就是一惊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会知道 他们的名字 一个 一十四人 全都是被他 当年烧死在了 大火里的人 之前落地 形成了震着的旋风 那些旋风 渐渐地 先露出了人形 向戴面具地靠拢过去 爹 是你吗 他看着一个老者 叫了一声爹 那鬼魂面目 突然变得猙獰 扑向了他 快冲进他的身体的时候 被飞过来的一张纸服 打散了 你招错魂了 出手的是冯七 和李贱人 那戴面具地看样子 并不懂招魂 招来许多孤魂野鬼 冯七兄弟 飞出皇府 将鬼魂打散 由露丸之余地 冲向了戴面具灯 进入了他的身体 占据了他的身体 上回说到 师长招魂术的人 弄巧沉着 背上了身 这体怪异的扭曲者 面具摔在了地上 在他回头的那一刹那 在场的人都认出了他 是清廉姑娘 是清廉 此刻 他被厉鬼战局 扑向了冯七 冯七扇向了一边 跟李贱人要复尸锁 复尸锁 快来 李贱人磨蹭着 不肯给 被冯七吼了一声 这才将着复尸锁 摔向了清廉 两人和李 将清廉围在了当中 困在了一棵树上 冯七掏出了一张符纸 念了几句咒语 拍在了清廉的头上 打死了他的体内的厉鬼 清廉恢复了绳纸 扯断身上的扶尸锁 从身后抽出了剪刀 一分为二 想和冯七在较量 清廉姑娘 李贱人叫了他一声 是要不要再打了 清廉犹豫了一下 收起了剪刀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为师父一家召唤 比冯七更想知道他身份的是李中平 想知道我是谁 清廉眼中很累的抓住了衣领 露出了胸口的一道刀疤 你是小师妹 你没死 我倒希望自己也死在那场大火力 战长认得那是当年他留下来的 眼前的清廉却等小师妹 没想到他活了下来 坏说当年 清廉被刺了一刀 他想扶着桌子站起来去找他娘 手指触动 桌子上的机关 打开了地上的暗格 在里面昏迷了数日 但他爬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片废墟 家人的尸体也都被官府收敛了 他四处寻找爹娘 可又上哪儿去找得到呢 一个被他师父逐出师门的弟子 收留了他 跟我走吧 也开始了他非人的生活 烧个谁能烧不好 哭什么哭 做不好事就要挨罚 爹爹就是这么教我的 那名弟子心属不振 才被逐出师门 而他收留清廉也不是为了报恩 把地骨擦干净 扯一手 我等着后车呢 对清廉飞打几码 家上的年纪要做很多的活 爹娘 你们去哪儿了 我好想你们 清廉那时候还搞不清楚 爹娘去哪儿了 那名弟子为何要那样对付他 为了不挨打 能有口泛制 他只能拼命地干活 能和他说话的 也只有是指认 你也有爹娘吗 让你们一家团聚 我也好想一家团聚 他想念爹娘 想念家人 我也好想 有爹娘 有家人 他好想有一个文整的家 在他七岁里面 认识了风寒 一直高烧不退 吹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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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在床上起不来 师兄倒是请了 一位郎州回来 可又不想出钱抓药 惹不及时救治 怕是有显米之忧 行了 我知道了 您先请回吧 我养了你这几年 也算是人之一惊了 也不想他死在家里 就把他放到了街边 认其自身自眠 爹 娘 你们来接我了 恍惚间他看到爹娘从人群中走了过来 然后就昏死了过去 有人用草叶把他卷了 扔到了乱葬岗 白以为他会死在那里 可是天不觉他 让他遇到了一位奇人 一个死孩子 带回去可以入药 将他救了回去 并且医好了他 那人以医术见称 却性格乖章 我好不容易救活他 你别给我吓死了 快看 见他能够活过来也是命运 就将他留在了身边 一会儿就是几年 师父 你们算是我的家人吗 那人虽然是允许他叫自己师父 却并不传他医术 不算 也很少与他交谈 我想我爹娘了 在他十岁那一年 交了一本纸皮书在他手上 让他自行练习 这本书或许能帮你家人谈句 十五岁那一年 又给了他一本轻能试点 那上面有一种方法可以召回他家人的魂魄 清连得了轻能试点之后 专门研习上面关于招魂的法术 书中再有一种狮虫 山于死人身上 可愈合伤口 可使人重生 只是 这种狮虫生长在特定的环境之中 极为的难找 清连又沿起了风水 堪于之暑 专找何时狮虫生长的老坟老木 咒语给他找到了那种狮虫 他按照书中所在 将狮虫放在了死狗的身上 果然 狮虫入体 死去多时的野狗活了过来 只是丧失了理性 见人便破痒 狮虫可以让死物附身 却失了心智 清连沉迷于此 白发怪人将他撵了出去 从那开始 清连便游历在各大山川城镇 古墓荒中之间 找极鹰之地 终于给他找到了一处 位于清水镇之外的坟地 清连在这镇上开启了扎纸铺 明理扎纸暗里 培育狮虫 也让他碰到了镇长 那个害死他全家的人 清连白天扎纸 晚上外出找坟 找到了一处极鹰之地 长有狮虫 又将狮虫带回去饲养 却没想到 遗漏了一些 那些狮虫放出置患毒气 迷住了张图护 而在几日之后 清连也听说张图护死而复生的事情 便找理由去一探究竟 他惊奇地发现 张图护竟然使有心无魂 是一个完美的容器 他便按地理施法 想把家中的厨师的魂魄引入张图护体内 却没诚想 阴差阳错 阴错了鬼魂 被放置在张图护体内的是厨师的儿子 小时候陪自己一起玩耍的蛋蛋 狮虫可以使死者在生 因个体差异 特定的人可以完美的被狮虫复制血肉 如同在生 心思之人更为好用 于是清连便开始以尸虫入心死之人的尸体 找合适的宿主 没想到 因此害死了异装的余博 余博 我不是有意害你姓名 我只是大墨 我可不是偷尸啊 偷死人干什么 清水镇频频丢失 警署开始四处抓人 而清连自从进入清水镇以来 就受到镇长公子的爱慕 两人私下来往 学到了西岩机关术 也恰到此时 冯七兄弟三人来到了清水镇 闯入了清连的布局之中 你想让我们兄弟和镇长相斗两败俱伤 到了此处 冯七差不多全明白了 我没想过要他的命 或者是你们的命 我只是想施法的时候 不被打扰 火烧一桌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赶到 因为你就在附近 清连一直躲在幕后行事 这些事情 这件事你在米铺房梁上手灵时就知道了 而那一碗手灵 离见人不见了 是因为他看到了清连 呃 知道一下 没那么相信 那一夜他守在了梁上 看到狮虫爬入棺材 在老掌柜体内连连繁殖抽影 棺木之中如同是血水 他见清连载着门瓦一闪而过 便尾随而去 清连穿防跃进 李建人紧随其后 清连剑甩不掉李建人 就回身抽剑 在手想打 李建人却并没有那个意思 啊 你别误会 我不想和你动手 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 两人僵直了片刻 清连看李建人确实不想为难他 便带他回到家中 把事情的大概说给他听 所以 你那晚车就要入 来美人入怀 清连姑娘 人死不能复生 快去这么多年了 你的家人早已入了轮回 何必执着呢 关于招回仪式 本就是违背身死法则 已故之人被召唤回阳间 也会后患无穷 我分表问过一层 他全家都是阳寿未尽而死 还没入轮回呢 冯奇想去清连放弃 清连姑娘 生死已定 还是不要打搅故人了 我只是想感受一下家里的温暖 你们为什么要匆匆作梗 清连确实心意一决 七哥 要不咱们帮他 把家人召回来见着一面吧 李建人和宝福都觉得清连可怜 想要帮助他 他不懂 难道你也不懂吗 将王魂召回 毁乱了阴阳秩序的 而且他也没打算把魂再送回去 如此一来可就乱了 只有冯奇不想违背天意 我爹和你全家 所以你不愿意接受我的好意思吗 这让儿子也明白了 为何两人相识多年 都要背着父亲 七哥 他也没害什么人 不如咱们就帮他了结心愿吧 是吧 七哥 咱们帮他一下吧 李建人和宝福开始给清连求情 要吧你们帮吧 有什么差处 你们自己解决 冯奇无奈 甩手而去不管了 李建人执剑 宝福摇灵 二人合理开始帮清连 召唤亲人的魂 娘 爹 我妈 莲儿 得说李建人和宝福有两下子 不多时就把清连锁猎猎之人 尽数招了上来 清连扑起了爹娘 却穿铁而过 被召唤的亡魂 见到地上躺着的无魂肉身 纷纷投了进去 糟了 魂解肉身活了过来 清水镇一文第十六话 分歧 上一回说道 那些被召唤回来的灵魂 附到了肉身上 有的灵活自如 有的如同痴呆 爹 娘 今来也分不清楚 爹娘钻进哪个肉身了 那些魂魄附到了肉身之上 张牙舞爪 扑下了阵掌 还我命来 他们都死于阵掌之手 都要找他索命 把阵掌围在当中 开始撕咬 爹 阵掌儿子健壮 开了枪 剑连打死了几个人 同时 他也成了那些人的目标 爹 救我 不要啊 眼前的景象 是清连怎么都没想到的 那些被召回来的人 根本无暇理会他 只是一心想要报仇 把阵掌生吞活泼 很快阵掌就被扑倒在了地上 被撕咬而死 阵掌儿子双枪骑射 又打死了几个人 可最终也被撕咬而死 住手啊 宝福和李建仁见状也冲上去去制止 那些人杀红了眼 又转身扑下了他们 宝福打倒了几个 一个没留神被咬住了肩膀 轻急之下 挥着金瓜 金瓜 金瓜砸倒了一个 李建仁也是动了手 那些人没有心智 只有报仇的念头 宝福和李建仁 把活着的几个也都弄死了 怎么会这样 等停了手 李建仁和宝福都觉得下手重了 可轻急之下 也没有时间多想了 爹 娘 金莲哭着扑到了尸身之上 爹 爹 他认不出哪句肉声 内的魂魄是他爹娘的 像是儿时那场大火一样 他找不到爹娘 你们在哪 怎么会这样 这不是我想的 而这一切却不是他想要的 他掏出那本秦能试点 假的 都是假的 将其撕得粉碎 七连姑娘 你不要过来 李建仁想上前宽问两句 那些人本来就已经死了 你不用自责 他不想看到七连那个样子 这许多年 我没想过报仇 我只想能够一家团结 可如今 开始我就 该选择最简单的方法 追逐了二十多年的幻境 如今完全是破灭了 二十多年前 我就该C他们去了 青连没有了再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就在他要了断之时 被打掉了手里的剪刀 阴阳本是两件 招滚归来 又岂能和活人般行事 那写点中 难道没有说吗 出手的是冯契 他之所以百般走到是因为 他料定了会是这样的结果 你家人何死 又入不了轮回这么多年 不是没有原因的 秦哥 秦哥 你说这些干什么 清零的家人也是有业在生 才会有那样的下场 我只想让他知道 这天道轮回 才有注定 我安救不得 冯契说的不中听 可的确是那样的道理 或许 我早点遇到你们 就不会发生这件错事了 清零哭笑了一下 整身走向坟底尽头 糟了 那边是那牙 那里是一处断牙 清零 李建仁冲过去的时候 清零已经跳了下去 冯契也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更没想到 李建仁会如此伤心 阿仁 起身后的李建仁 责怪冯契 你知不知道 他可以不用死呢 我 如果他处事 不是那么黑白分明 或许 清零不会被逼到绝路上 阿仁 你要去哪 李建仁静止的 向 走向了远处 若哥 我没法认同 你的处事理念 我们暂时 各自修行吧 金哥 让他去吧 他要自己出去 闯到一方 以验证 是自己的处事方法 对 还是冯契的对 那 咱们现在怎么办 冯契也没有拦着他 他自己也想知道 到底哪种处事方式是对的 这些尸首 能找到主家的 就通知主家收拾 找不到的 就得掩埋了 两人坐了上后 便留在了清水症 这一场风波 很快就被淡忘了 清水症 又如同 往常一样 只有张屠夫 像是个孩子一样 在街上乱闯 天 天 宝福张着自己 有射魂灵 做起了 赶尸的银声 游走四方 只有冯契一个人 留在了清水症 闻嘞 我这事 您瞧瞧 还满意吧 也换了一身的打扮 改掉了 道士的装束 他要留在清水症 一时镇上怪事频发 有他的用武之地 这么着急 谁发生了什么什么 对不住您了 李府出了猫药 我们得去瞧热闹了 等我跟你一同前去 哎呀 看你温温道道的 不像是爱瞧热闹的人呐 他知道 李建仁也在某一处 努力证明着自己 我是天使 过去是为了享有 而他留在清水症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他总觉得清水症 有什么在等着他 快躲开 逢天使又享有了 我逢天使又享有了 直到三年以后 他才找到答案